民進黨立委陳歐珀被指控 與詐騙集團關係深厚 對此侯友宜要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說清楚講明白出面負責 當然是要負 但是他通常都會跑 誰會真的跑出來負責人 不是嗎 這個東西不都是這樣子嗎 起碼政治人物你要負這個政治責任 又是在這麼大的位分上 他是當主席 可能還是要就是表示一下 看他之前到底知不知情 因為你是上級的東西 你的屬下有問題了 那你一定還是得 就是世人不明的那種感覺 就還是得負點責任吧 一般人來講 就是以我們會想要的 會需要他解釋 但是以他們的立場 他們可能會想要撇清 如果是就是 是代性的提名 那他可能會想撇清這樣 需要出來解釋 就是以當主席的身份 代表民進黨出來解釋 就是他們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 這個民進黨就是 每個人都有不可靠人的秘密 搞不好賴清德自己在台南執政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不可靠人的秘密 怎麼看賴清德在這件事情的角色 他是黨主席 因為現在民進黨是 他體面誰就是誰 他是一言堂 他專制 他是專制政黨 對啊 他說了算 因為剩下人都被他打爆了 這也不知道到底賴清德 是不是真的知道這件事情啊 就我跟你是站同一邊 就像我爸 我爸是我 他是我爸爸 但是他不知道我私底下 可能有去做什麼 做間犯科什麼 我爸不知道 那難道我爸負責嗎 對啊 誰說賴清德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除非他們有證據知道 他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是支持他去做這件事情的 不然 這不是很倒楣嗎 對啊 那不然台灣人說我犯罪 都要怪蔡英文嘛 也不可能啦 關他屁事 對啊 妹妹怎麼談 就我覺得也沒辦法 他可能還是多少得負一點責任 畢竟他是他上訴 畢竟他是他上訴 對啊 因為他是他管理的人員 所以就算犯錯 他可能還是要出面 就是解決一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畢竟是相關的 我覺得多少還是得承擔一點責任 對 賴清德 對啊他也不知道 我覺得他需要出來解釋 但是不完全是他的錯 我覺得就是他需要出來解釋 因為他提名他 對 對 要就要負責任 因為我覺得他的 賴清德提名他之前 要去調查他的背景資料之類的 所以他提名他出來 一定要負責任 他可能不知道啦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可是提名他 就是要承擔這種風險 對 就是 他竟然都提名他出來了 那就代表說他們對這個人 一定有多少程度上的理解 對 那假設說 賴清德他們現在 他們高層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 他們就這樣子提名他出來 那就代表說 他們對他們自己人的功課 也做得不足 那他們怎麼敢提這個人出來 多數年輕人認為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應該要出面負責 說清楚講明白 聽說明 都是 太阿 聽說明 他不太有意志 他不太有心理 跟他有意志 他們不太有意志 他不太有意志 他不太有意志 充滿 那些人 他不太有意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